当医生也是我小时候巨大的心愿 我在四岁那年我都失去了双腿 经历了一场车祸 一场巨大的疼痛 我从小就懂得了疼痛很痛苦 所以从小我都想帮助别人 解除一下痛苦 我叫李久红 今年38岁了 住在河川区清明镇瓦点城 我是一个最基层最小的村医 乡村医生 我的工作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整所部分 一个是需要外出的部分 我负责的区域两个村子 大约有接近2000人左右 我们是一个村医 没了一个固定的上班时间 也没了一个固定的下班时间 尤其为了方便自己的上下班 都来得很早 有可能是在6点7点8点 我们有可能下到班过后 即使是8点9点10点晚上的 他们还是有人要来的 我一般来的村子里面 走在岛的路 我都是用我的三轮车 我的轮椅 甚至连班人都无法走的话 都靠我老公了 我们两个人常常只有两条腿走路 我看到我的病人 我跟他们也解释了痛苦 他们当然看到了我很感谢我 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树台 或者自己的树树上的核子 再一抱给你 他们说谢谢你了 他们的话太麻烦了 很是 人之上要路人干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是最幸运的一件事